歡迎來到今天的進轉全球 我是主持人詹璇一 下一個雷曼時刻就要降臨了嗎 全球股市珠洋變色 美國的利率持貨市場是罕見熔斷 而現在整個銀行業的信心危機 如野火燎原燒向了歐洲 我們來看到這首一百六十七年歷史的 瑞士第二大銀行瑞士信貸 週三盤中股價暴跌百分之三十 債務違約的擔保成本更是標迫記錄 拖累全球的金融股狂泄不止 最後是驚動了瑞士央行出面注資 替瑞幸掛保證才正式止住了恐慌 而今天歐股開盤瑞幸是強勁反彈百分之四十 可是這個市場恐慌一定是擴散了 重建信息沒有這麼快 因為投資人開始擔心 誰可能會是下一家倒下的銀行 十五年前爆發的金融海嘯 有沒有可能捲土重來 這是大家都好奇的事情 而有末日博士支撐的知名基地學家 羅比尼他警告了 他說雖然說瑞幸是一個大到不能倒的銀行 但是更可能大到救不了 銀行近年的財務欠佳醜聞纏身 股價走低並非一天兩天的市場 今年二六月他們公布去年度的虧損是創十五年來最嚴重 更刺激股價大跌 所以當矽股銀行倒閉 先起恐慌 瑞幸首當其衝 周三股價已經跌破了一點七瑞郎 那麼為了穩住信心 瑞幸周三宣布 他們已經向瑞士央行接入多達五百億瑞郎的流動性 並表示將回購達三十億美元的自由債務 以便更妥善的管理負債還有利息支出 這當中包含了約二十五億美元的美元計價稅券 以及約五億歐元的歐元計價稅券 金融市場在先動盪 財務狀況吃緊的瑞士信貸銀行 傳出最大股東不再注資 因為市場恐慌 股票遭到拋售 十五號股價崩跌超過兩成 連續兩天創下歷史新低 這也讓才剛喘口氣的歐美銀行股 再現新一波風暴 瑞士金融監管機關 和瑞士央行當天緊急召開會議後 發表最新聲明出手相挺 表示央行將會在必要時 向瑞幸提供額外的流動資金 流動性危機暫時緩解 還強調過去一週的美國銀行風暴 不會對瑞士的銀行 造成直接的蔓延風險 而且瑞幸目前的資本率 與流動性狀況仍然符合要求 先前瑞幸銀行的最大股東 沙烏地阿拉伯國家銀行表示 無法再提供任何進一步的財政援助 加上一連串的醜聞和潛在風險 都影響客戶的信心 第四季客戶提款了超過 一千一百億的瑞士法郎 將近新台幣3.66兆 瑞幸的財務危機衝擊 重創了全歐洲的銀行信心 歐洲第二大銀行 巴黎銀行股價重創 其他銀行也都十分慘重 美國股市也開盤下殺 道琼收盤重挫280點 美國銀行 美國運通 高盛富國銀行通通受到拖累 大跌四到五個百分點 近新闻史方宇戴佑任報導 任世信貸的財務狀況危機 美國銀行業的危機 有擴散到全球的趨勢 這促使的投資人進一步 就大幅削減 聯主會會持續升息的壓住 導致什麼狀況 導致美國再次周三去巨戀震盪 流動性急劇惡化 利率期貨是罕見的觸發熔斷機制 我們以六月交割的隔夜單 表融資利率SOFR的期貨合約價格為例 這個期貨價格呢 在紐約時間的周三早上 短線快速上漲 結果在九點十四分左右 觸發熔斷機制 暫停交易兩分鐘 而同樣受到影響的 還有七月和八月交割的合約 以及八月和九月的 聯邦基金期貨 這些期貨都是 投資人押注聯主會 未來利率走向的工具 那隨著聯主會呢 可能會停止升息 甚至反手降息的預期 越來越高 美國公債值率是應聲大跌 而對利率敏感的短天期 公債反應更是明顯 兩年期的公債值率 已經從月初的高點下跌 超過了一個百分點 來到了三點八趴附近 長天期的十年期 公債值率降幅較小 目前回到三點四趴左右 兩者利差明顯縮小 華爾街日報指出雖然利率上升 會引發流動性問題 但這不代表利率下跌 就是利多 因為銀行業者的獲利能力 有可能因此受到衝擊 不過大家都想問 到底這個已經有167年歷史的 瑞幸百年老店 它到底怎麼了 瑞士信貸曾經是全球的 隱線銀行 但是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它的醜聞不斷 甚至還因為內扣失靈 是連環的暴雷 我們帶你看看 瑞幸這幾年經歷的事件部 幾乎是每一年都有狀況 你看一二一三年 一四一七到一八年 二零一三年 他們當時主要是 應對金融海嘯的究責 所以說當年 他們操縱了倫敦銀行 同業拆款利率 也是全球銀行使用的基準利率 不當銷售MBS證券 遭到調查 那麼二死 二零一四年 則是因為了引力賬戶 幫助客戶逃漏稅 遭到了美國重罰 接著內控問題爆發 財富管理員工 在二千六五年到二零一五年期間 長達十年 是未造客戶簽名 未經授權就交易 因此遭到了判刑 接著又出現了 莫三比克的借款詐欺事件 而在近幾年 則是遭遇到 華爾街著名的 比爾皇避險基金的 槓崗爆倉 還有克林希爾資產破產的事件 都讓他們當時是大失血的 那去年 他們也沒有辦法立刻阻止 保加利亞的毒販洗錢 更成為壓垮瑞幸的 最後一根稻草 那麼在去年 他們的存戶資金 淨流出金額是不斷的擴大 光是在第四季就爆量 這個位子 是超過了一千一百億瑞壤 全年創下歷年來的最大記錄 不過這些制限 並不是最近才發生 到底瑞幸的股票 還有這券 怎麼會突然暴跌呢 首先是在不久之前 瑞士提交的年報 有關存款流入的部分 他們遭到了美國政肯會 也就是SEC來質疑 瑞幸被迫延後財報的發布 西股銀行倒閉的風波 已爆發整個市場的恐慌情緒 就蔓延 所以像瑞幸這樣子 被打上問號 有疑慮的銀行 就很容易被突英盯上 再來就是瑞幸的最大股東 沙烏地國家銀行 週三拒絕增資 更給了一個拋售的絕佳理由 那除了前面提到的股票 瑞幸的短期稅券 包含了四月 還有五月到期的稅券 都是像自由落體一樣 直線下跌的 他們對於瑞幸 可能會出現流動性的危機 認為他們還不出錢來 這樣的擔憂加劇 反映違約風險的CDS CDS簡單講 就是瑞幸稅券的保險費 是瞬間衝上了新高 直逼兩千零八年的 美國投資銀行 當時創下的紀錄 那說到這邊 大家就很想問了 竟然瑞士信貸 他規模這麼大 他會不會成為歐洲的雷曼兄弟 導致西一波金融危機的導火線 從理性上來說 比較一下好了 而瑞幸跟當年雷曼 這個亂開槓桿 投資高風險金融商品 不一樣 瑞士信貸銀行 他的流動性資產 是很充足的 尤其現在又有瑞士央行 搬錢來支持 不像在雷曼出資之前 是沒有人伸出援手 再上去年呢 他們資金大出走 他們已經對於這樣的事情 有所預防了 所以瑞幸已經建立了 很多的緩衝機制 他們可以指引長達 一個月的大量資金外流 所以爆發擠兌潮 也是足以來應對的 可是如果這是理性分析 那市場變得極度不理性的話 局勢還是有可能向上發展 瑞幸世界讓整個金融市場 珠陽變色 那下一段我們就來看看了 股票和債券都不安全 還能投資什麼呢 歡迎來到進展全球 瑞幸風暴以及矽谷銀行的倒閉事件 揭露的是銀行業命的一大窘境 也就是伴隨著央行暴力升息 貨幣市場基金這類的現金類資產 收益水漲船高 正在和銀行競爭資金 所以導致大家選擇 不去銀行存錢了 銀行的存款持續流失 那麼其實說到這類的現金資產 過去在地利時代被評為垃圾 但如今已經鹹魚翻身 成為股票之外 合理的替代投資 現在Tara大行祈禱 有惡王之稱的全球最大避險基金 喬水創辦人達里歐 長年來一直認為現金是垃圾 最近卻改口了 讓達里歐改口 現金比股票和債券 更有吸引力的原因 出在如今市場盛傳的 Tina已死 Tina 記憶著 沒有其他方式 華爾街一向迷戀 用字母縮寫來創造投資概念 金磚四國 奸雅股 都是耳熟能詳的例子 至於Tina 指的是除了股票別無選擇的 英文首字母縮寫 2008年金融危機後 曾被投資人奉為歸孽 長達十餘年 當時聯準會的超低利率 和量化寬鬆打趴了債券收益 並支持經濟進入對股市而言 最舒適的金髮女孩狀態 吸引資金滾滾流入 使股票回報一季絕成 造就美股史上最長牛市 但現在Tina走了 Tara來了 雲疫 戰爭 高通膨加上央行升息狂潮 讓劇烈波動回歸資產市場 全球經濟不確定性飆升 股市回報自然今非昔比 高盛於是提出Tara 表示還有其他合理的資產標的 可以替代股票投資 德意志銀行等其他投行 也爭相創造新詞彙 來凸顯股票早就不是追求收益的唯一選擇 伴隨聯整會採取四十年來最激進升息行動 包括銀行存款 商業票據 貨幣市場基金和短期債券等現金類資產 收益水漲船高 向六個月期美國公債 目前殖利率超過百分之五 等於只要等上半年 就能安穩拿回本金 並獲得百分之五以上回報 比起投資股市得自付有賺 有賠風險 當然更有吸引力 邁入Tara新時代 投資人的眼中終於不再只有高成長股票 現金為王再度當道 投資及債券和新興市場資產也開始受到青睞 從美股外尋求高收益 或許將成為投資人未來必須適應的新常態 金新聞 劉立真 翁令奇報導 我們說到在過去的超低利率時代 現金類資產收益微乎其微 是毫沒有吸引力的 可是現在狀況不一樣了 透過圖表顯示 就是彭博最新調查表示 在專業的投資人當中 有高達六十五的人認為 在今年持有現金資產不僅僅是避風港 還可以提升資產組合的收益 那麼在散戶當中 是有六成六的人抱持相同意見 而至於堅持現金資產將會拉低資產組合收益的人 在這兩個族群當中 都只佔比三成左右 那麼確實在過去幾個月 現金類資產當中 短天期的公債 尤其熱門 美國六個月期的國庫券殖利率 在疫情前兩年 最高頂多大概這個位置 也就是兩趴上下 二零二零年疫情爆發 聯準會緊急降息到零 並且啟動無限印鈔 帶動六個月期的國庫券殖利率 你看到就將到幾乎於零了 所以我們說過去在低利時期 這類現金資產是乏人問津的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了 聯準會開始激進升級 六個月期的國庫券殖利率 一路一路地飆升 在今年二月底深破了5% 就是兩千零青年來首見 而這幾天呢 聯準會升息將放緩 或是停止的預期高漲 雖然促使這個殖利率回落 但是在目前的水準位置 依然是接近了5% 而從整個資金流向 也可以看出投資人的資產偏好 這是截至到三月一號為止的 七天內在美國本土 掛牌的四大類基金 我們看基金有哪四種呢 首先就是債券基金 股票基金 還有混合資產基金 通常我們家平衡基金 以及貨幣市場基金 很明顯 當中美國股票基金 淨流出一百二十九億美元 當週失血的金額創 今年初以來最大 代表大家是在撤離 股票市場的 但同時貨幣市場基金 淨流入六百四九億美元 金額創八週最大 其實這類的基金 它就是相對安全的基金 我們也被稱為 它是基金投資的停破港 它專門投資流動性高 又安全的短期證券 在整個經濟展望不明朗 以及升息的環境下 報酬率會上升 被視為是停破資金的好地方 但隨著投資人轉向 押注聯準會議暫緩升息 整個市場資金的後續動向 還是有待持續觀察 不過在貨幣市場基金之外呢 之前從股市出走的資金 去哪了呢 還有一個強身處 也是今年夯得不得了的 投資即在 截至三月初 全球投資等級 還有新的基金呢 已經連續十個禮拜出現資金 淨流入 單週的淨流入金額 最多的時候 接近是來到這個位置了 一百三十億美元 那在最少的時候呢 也有二十五億美元 那麼算到三月一號為止的 一個禮拜之內 流入的金額 已經超過了百億美元 累計下來哦 到今年你看 今年也才第一季而已 已經有近七百億的美元 流入在投資等級的信用債當中 好 那麼談完了投資布局 下一段節目 我們就要請專家 來進一步分析 到底全球金融業的 後續展望如何呢 歡迎來到進展全球 繼美國銀行業 在一個禮拜之內 倒閉三間銀行之後 瑞士信貸狀況也陷入危急 金融海嘯可能捲土重來憂慮 頓時籠罩的市場 那麼針對後續的 全融金融業展望議題 我們今天是請到 安聯同系的海外投資首席 許家豪來替大家解析 首先想先請教首席了 有別於美國最近爆發危機的銀行 是規模比較小的業者 那瑞幸他是擁有 上百年歷史的事業規模很龐大 他現在出事了 更加令人擔憂 我們想請教 你認為瑞幸世界 會不會點燃行一波的金融危機呢 瑞幸的問題 剛好搭上這一波 美國矽谷銀行的一個問題 所以很多人會聯想到說 這個會不會是下一波 雷曼的一個引爆點 但我必須提的是 我覺得瑞幸的一個狀況 比較不像是生息所造成的影響 當然生息一定會對他有影響 但我覺得不全然是主因 因為瑞幸的問題 其實早在去年 連主因還沒有開始生息前 市場就開始擔心瑞幸的 一個經濟體質的狀況 會不會造成說 他這個銀行產生比較高的一個倒閉的風險 所以我認為這個受到生息影響是比較小一點的 但是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點是 過去的這一兩年裡面 應該是說從整個次貸風暴以後 其實各國的一個政府對銀行的監禮都變得比較高一點 所以很多的一個大型銀行 他基本上的一個金融體質 相對都比過去來的穩健 特別在歐洲的銀行我們可以發現 他的資本四十月要求也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點相較 我們再看2008年 更多的金融業能夠去應對整個經濟衰退的 一個風險的能力是比較高一點的 所以我認為現階段我並不認為說 這個銳性的問題會造成說全部的銀行 在重演向2008年年曼兄弟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必須很清楚的知道一點是 即便他不容易產生大規模的倒閉 但是整個銀行業的獲利能力下降 這是無法改變的一個現況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當各國的央行開始一直延續的升級的時候 對於這些銀行而言 他所得到的存款的利率也跟著墊高 這時候他必須要維持 像過去能夠賺這麼大的一個利差的時候 勢必代表他要投資的一個資產本身 也要有相同的一個高利率的一個環境 但是我們也都很清楚 現在經濟在放廣過程中 對很多的消費者或者對很多的企業 他要去借錢的意願就會比較低一點 所以這時候你要放在數據也比較沒那麼容易 那再來是他的投資的環境裡面 他要去找比公債利率 因為公債利率現在你可能來到3.4% 你要比他來到更高的利率相對也比較難一點 所以這勢必會侵蝕到整個金融業的一個獲利能力 所以金融業獲利能力會是今年我們再看 金融業一個比較大要留意的一個地方 而確實全球經濟過去一年在央行升息打通膨之下 表現疲弱 現在又爆發了銀行業的危機 那對於全球經濟的今年掌握 我們要怎麼看 有沒有可能經濟會陷入衰退 我認為全球的經濟今年可能還不至於會陷入一個衰退 那原因是因為新興市場 特別是亞洲他會支撐全球的經濟表現 那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因為其實中國從去年在整個輕盈政策轉向之後 我們剛才開始發現他的內部的交通運輸活動開始發生了 企業的管制也比較少了 所以在消費跟投資我們都已經發現開始有活絡的狀況 那當然速度不太可能像以前一樣非常高的一個增速 但是這個經濟的確慢慢在恢復 所以這種情況下對於中國本身經濟是有一定的幫助 那此外他也對亞洲這個區塊有很大的幫助 你可以看到當中國這個疫情開始管制變少的時候 很多人可能就出來去旅遊 很多人就開始去採購 國外採購原物料回來中國做投資的一個行為 所以你會發現這種情況下對於亞洲的這整個區域的經濟 他就有很大的一個提升的效果 那另外我們也看到在疫情後 其實很多的國際公司 他開始思考他的生產機率要做一個分散 所以我們也同時可以看到像東南亞印度 甚至有些部分的一個拉丁美洲國家 他都受惠於這種 全球生產機率分散的一個幫助 所以新市場就相對表現有一些成長的機會 那我們可以看到像IMF他就預估 新市場在今年的經濟常率 就會從去年的3.9%進一步升到4% 那新興亞洲甚至會從去年的4.3% 來到今年預估是5.3% 這兩個都遠高於全球GDP的2.9% 所以我們認為說新市場會支撐全球經濟不至於衰退 但是新市場以外 就是我們看到以開發市場 這個狀況可能就比較不太一樣 以開發市場像美國或歐元區 甚至於英國 他步入衰退的機會就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經過去年一個快速而且大幅的升息 我們看到像美國的房地產 美國的製造業 其實都已經開始在反映 因為升息所帶來的憧憬 所以我們這種情況下 我們看到說在美國的經濟體上面 就呈現一個製造業 比較明顯往下走的一個狀況 雖然服務業變好了 但是當你的整個經濟結構裡面 沒有辦法是一起往前走的時候 你就發現他經濟就很難有亮眼的表現 所以這些國家處於一個低度成長 或者是衰退的機會就會比較高一點 好那麼確實您剛剛也提到了 中國防疫解封之後呢 需求前景會看好 但是有些專家也擔心了 會不會也導致全球通膨捲土重來呢 那想請教首席認為 中國對於全球物價的影響多大 有沒有真的可能導致主要央行 對於升息的步伐更久 或是在維持高利率更長時間 的確中國的解封之後 我們其實發現中國的消費跟投資 已經慢慢的恢復 但大家必須認清楚說 中國這一次的經濟恢復 並不是一個V型反轉 就直接往上走 因為中國自己本身 因為疫情的影響 所以他恢復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大家會勢必會觀察說 我會解封 我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再度得到疫情 所以這個恢復速度會比較慢 另外中國自己本身內部 也還在持續存在著 經濟要調整結構的目標 所以他也不可能像過去一樣 出問題就大幅的放水 去拉升這個經濟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中國的經濟會是一個 比較緩慢 時間拉比較長的復甦 所以對全球的通膨的 拉升的效果 就不會造成我們所看到的通膨 原本是往下 突然變成往上 他大概只會讓一個 原本是向下的趨勢 向下的幅度 比較因為中國的解封 比較沒有這麼的大 所以通膨 要回到各國央行的目標時間 可能會比較久一點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對於央行我們認為說 升級的空間其實要調升的空間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大 因為通膨已經慢慢往下走 但是有一點是 對於各國央行的很重要 是整個停留的時間 就會拉得比較長 因為通膨要恢復到大家認為 比較舒服的程度 時間比較久 所以他有必要把利率維持在高檔 這時間也會來得久一點 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留言讓我們知道 也請你按讚分享 而今天節目最後 帶你到白魯斯首都明斯克走走 居然全球感謝收看 我們下回見 請見